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石油能够变成水 商人失去了利益 侵略的炮火没有了目标 沙漠变成绿洲 饥饿的孩子有了面包 燃烧的战火得以熄灭 但我知道石油不会变成水 我愿为你祈祷平安 如果飞弹可以变成飞毯 1001颗飞弹只是1001个故事 侵略的大军只是阿拉丁的幻影 或许一梦醒来 我们只是王宫里 一个遥远故事里的主角 但我知道飞弹只会带来死亡 我愿为你祈祷健康 然而你站在燃烧的大地上 你呼吸着涂成的风烟 你找不到水 你夜晚没有电 你没有食物 你没有情人 你站在坦克的下面 祈求一点面包屑 而国际强盗已经开始细节 我只知道没有生存 哪来的健康 古老的文明 沙漠的孩子 还未完成的爱情 过早就死亡的天真 如果全世界的祈祷 都不能阻止战争 如果解放只是侵略的借口 如果和平只是弱者的梦境 我会深深祈祷 让你成为战士 沙漠的战士 和平的战士 爱情的战士 为生命拿起枪的战士 我深深为你祈祷 让你在瘦一般的生存里 还保有人的本性 在恨的酷烈压制下 还保有爱的本能 在死亡之前 还愿意为生者 保有一点点生命的尊严 即使是多么卑微的尊严 这就是我唯一的祈祷 沙漠的孩子 我不知道如何为你祈祷 亲爱的孩子 我已经不知道 可以向谁祈祷 必须用几世人的修行 才能牺手 走过世纪末的最后一刻 必须用几代人的追寻 才能拥有 千年一次的人间祝福 这世界有崩毁的楼宇 也保留了玉石般的爱情 上帝未曾多一点仁慈 却也留下玫瑰的影子 这世界轮回如旋转的水晶 我们走入富足 踏过的梦境 一面古老的铜镜 仍遗留着 世纪初的千万个导影 这世界金银如露珠 比你梦中的一个影子还轻 正要由一片草叶的尖端 滑向另一个世纪 万物存在于此刻 那些欢喜与悲伤的容颜 那些浮游如尘埃的生命 都在宇宙的过道里留存 未曾逝去的只有记忆 时间的门慢慢打开 我们怀抱孩子似的天真 守候另一个世纪的星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